你猜不到这个男人会如何死掉 只是看了一眼路边美女 就在此时 小美突然从天而降 男人被当场砸了个稀巴烂 救援队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小美虽然多处骨折 但是她竟然还活着 对于立马为她进行检查 不过即使松衣应该能活下去 给小美带上护具防止骨头偏移 正要把小美抬上单架 可她的双腿已经变形 直接抬是不行的 长来纸板固定住双腿 这时小美却问自己的手机哪里去了 队员们心想 都啥时候了还玩游戏呢 队长抬头看去 路人告诉她 你还是从15楼摔下来的 队长觉得事情蹊跷 带着队员前往楼上 大家来到小美房间 看见一个手机正开着直播 队长取下来一看 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小美是个刀红主播 今天直播挑战一个高难度动作 队长想知道她要玩什么花样 只见小美双手抓住栏杆 然后把双腿搭在上面 证明自己身体的柔软性 只是她忘了自己最近发胖20斤 下集遇到 国外小伙为了成为网红 竟然把朋友的头按进水泥 关注兰兰 为你讲述精彩故事